大家好,我是瘋 那在生存裡面呢 我們有時候會需要收集一些物資喔 其中有個物資還蠻有用的 這個物資呢就是線喔 那這個線呢可以透過這個打野生的蜘蛛來獲得 當然也可以透過生怪磚喔 那我們只要建造一個合理的生怪磚 跟方便的生怪磚就可以用最快最簡單的方式 來獲得這個線資源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介紹今天的內容喔 好了,首先你會需要先找到一個生怪磚喔 這個生怪磚需要在這個廢棄礦坑裡面喔 找到 那這個生怪磚有很多很多的蜘蛛種類喔 像我目前看到的這種是毒蜘蛛喔 那還有另外一種是這種一般蜘蛛的喔 所以不管是毒蜘蛛還是一般蜘蛛都適用 不過等一下有不同的地方我們會特別說明喔 我們先來介紹毒蜘蛛 好,那毒蜘蛛很簡單喔 我們先在上面先放一個方塊 蓋的時候先放一個方塊 然後在上面放半磚 接下來在下面預留兩個空間喔 一格,兩格 好,接下來在第三格的地方 我們蓋它的平台喔 以這個生怪磚為中心 前後左右各延伸四格的空間喔 好,像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先把這個平台鋪出來 好,接著這四邊隨便選一個邊喔 放上我們的這個眼漿塊 好,再來我們把這個空間呢 把它整個圍起來喔 那我們這邊可以用一般的實體方塊 像這樣圍 那因為你找到的時候 可能是在飛機礦坑裡面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圍密喔 不然這個空間如果沒有圍密的話呢 它會在其他地方生成蜘蛛喔 我們先把這個空間先圍出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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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再加上去 好,走,走 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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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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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到這邊之後,我們這邊一樣對齊 像這樣齁,在岩漿塊這邊留一格空氣,在上面這裡放一格方塊 那一樣齁,這邊都補起來 好了,接著我們就在這個半磚上面放方塊把它封起來 像這樣封起來 好,掉完之後像這個樣子齁 為了方便觀察齁,我們這個地方放這個遮光玻璃齁 我們放這個遮光玻璃是為了方便觀察而已齁 好,接著我們要在裡面,最裡面的地方倒上水齁 好,接下來我們剛剛的空間是以這個生怪磚為中心 所框出來的範圍對不對 那只要記得這個水是也剛好流到這一格就可以了齁 那多餘的空間我們就把它補掉齁 像1,2,3,4,5,6,7,8 好,這一格是水,所以我們就把剩下多餘的空間通通補起來 那這個水呢可以倒起來齁 像這樣 那要記得這個塔在啟動之前呢,一定要 讓裡面的蜘蛛都清乾淨齁 一定要先插火把,再施工齁 不要讓牠神怪,先插火把再施工,不要讓牠神怪 等蓋完之後,你看齁 像這個就是沒有清完的,我們現在把這隻刪掉 先刪掉,你看齁 只要裡面沒有玩家,蜘蛛生成之後 牠會直接掉到這個水裡面 只要裡面沒有玩家,蜘蛛生成就會直接被水流衝到這個岩漿塊末端齁 那因為牠是洞穴蜘蛛,洞穴蜘蛛呢,牠也需要爬行齁 所以牠碰到最尾端的時候會被這個岩漿塊所燒傷齁 再來就是,冬穴蜘蛛它的碰撞箱比較小 所以牠會完完全全被砍在這個岩漿塊裡面 這樣子就可以讓我們輕鬆的收集這個蜘蛛線齁 那收集物品,你可以選擇直接玩家在這邊行走掛機,你看齁 牠可以收集,或者你可以用鐵軌齁 鐵軌你可以這樣子收集 我們這邊可以放箱子 我們這邊可以放箱子 在這個地方上面鋪鐵軌 在末端的地方放實體方塊 這裡也放一個實體方塊,像這樣 那這邊你就讓牠充能就可以了,很簡單 就讓牠充能就好 然後把礦車放下去 這裡就應該會收到蜘蛛線齁 好,這是一種最簡單的方式齁 再來,如果我們今天遇到的不是這個獨蜘蛛齁 是這個一般的蜘蛛怎麼辦 我們如果是一般的蜘蛛的話,我們的做法要稍微改變一下齁 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先把它點亮 好,我們先把它點亮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蜘蛛換... 好,那如果是一般蜘蛛怎麼辦呢 好,一般蜘蛛很簡單 我們把這個岩漿鉤換一下 換成這個泥土方塊 換成這個泥土方塊 然後放上凋零玫瑰花 然後我們把它敲掉 你看 所以不管是獨蜘蛛還是一般蜘蛛 都可以被這個裝置自動去收集我們的蜘蛛線齁 那如果是獨蜘蛛 在沒有凋零玫瑰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選擇使用岩漿塊 可是如果是一般蜘蛛的話 你就只能使用凋零玫瑰喔 凋零玫瑰也同時適用於獨蜘蛛喔 好了,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內容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加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對 中文字幕 李宗盛